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静宗常说 最后一念很重要 但母亲事发突然 根本没有机会知道 我放心不下 几个月以来心里思念母亲 但是母亲的往生让我感到了无常 现在每天都经济念佛回向给她老人家 希望母亲真的往生净土 时间仓促 语言组织不好 请慈悲 大安法师答念佛的人突发心脏病怎么辨别往生 我们说往生是否真往生 就看她平时是不是具足深信切愿持明 如果你母亲三年前接触佛法 每天还都有早晚定课 那说明她是信愿型具足了 只要信愿型具足 她早已跟阿弥陀佛的愿力已经挂上钩了 我们临终是什么情况 这是我们的业力 我们的业力现在呈现多元化 或者心脏病 或者一个车祸 或者坐上了马航飞机 你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是不可思议的 更弥陀佛六通俱足 每天在关注着我们 更弥陀佛早已知道我们的业力该是怎么死的 所以我们的死亡的时刻是最无助的时候 也是最需要阿弥陀佛帮助的时候 也是阿弥陀佛也一定会主动帮助的时候 所以她一定会兑现她临终经营的大愿 所以你的母亲能够身体柔软 面色红润 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相信你母亲一定能往生 应该是不会有错误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